ic music hey whatsup 大家好这是Lie 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影片跟大家聊一下牛仔外套或者丹宁外套 主要给大家介绍很多资深玩家所说的 Type 1 Type 2 Type 3 这三款非常经典的牛仔外套 在影片当中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些非常经典的牛仔外套 主要是拿Levis和Levis Vintage Clothing 这两品牌的一些产品做一个例子 当然我有一些其他品牌的Type 1 Type 2的夹克 来举例能更有说服力 因为这些衣服不光光仅仅可以代表 Levis整个服饰发展的历史 它甚至可以代表整个牛仔服饰的发展的历史 OK那么说到Levis这个品牌 是1853年一个德国人叫做Levis Strauss 他在美国的旧金山创立的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当时的初衷就是给当地的淘金工人 设计一些既耐磨又耐用的一些裤子和衣服 世界上第一条Blue Jeans蓝色的牛仔裤 就是出自这个公司 所以Levis这个品牌是当日无愧的牛仔界 丹宁界的鼻祖 也是我们现在说的OG中的OG 那么现如今说到一些高端的牛仔丹宁服饰品牌 或者一些手工的原浆的牛仔服饰品牌 Levis绝对不是我第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 我个人自己非常喜欢一些日本的服饰品牌 日本这个民族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个国家虽然很小 但是不得不承认很多东西它会做到一个极致 特别是在牛仔服饰界很多日本品牌做的都非常不错 但是有一些是存手工资助没有大规模的投入量产 所以它的价钱也会高一点 它针对的一些购买群体也是不一样的 在我今后的影片会陆续给大家介绍一些我喜欢的日牛的品牌 如果你对牛仔服饰这个话题感兴趣 不要忘记给我的影片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在今后我会推出更多牛仔服饰相关的影片 讲得有点口渴准备喝一点水 刚好有一个问题问大家 大家一起闭上眼睛想一下 如果一提到牛仔外套这个词 在你的脑海里面是一个什么画面 你心里面最常见的牛仔外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好来大家一起想一下 好来那么有答案了吗 给大家看一款牛仔夹克吧 ok 那么我觉得呢 应该90%的人一提到牛仔外套呢 脑袋里面都是这样一个画面 它呢是一个蓝色的丹宁布的外套 它的蓝呢可以深可以浅 首先呢上面呢左右够有两个口袋 下面两侧呢都会有这个插手的口袋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样子 这件衣服呢就是基于Levis非常经典的 Type 3的夹克设计而来的 它是一个水洗过的牛仔外套 上面的这个扭扣呢是这个铜制的 这款比较特别的设计呢上面有加一些白色的油漆的这个小点点 我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圆浆的版本 这一件呢就是非常贴近原始的60年代Levis出的Type 3的夹克 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Trucker Jacket 这一件呢是一个圆浆的牛仔外套 圆浆的意思呢就是它这个棉布通过加工做成一个牛仔外套 到出厂卖给买家没有经过任何的水洗 区分这个衣服是不是经过水洗呢 通常这个衣服上面会有这个标签 比方说这个上面写的就是RAW Washed Denim 就证明了这个衣服是没有经过水洗的 是一个圆牛 通常你看到这个衣服呢是这个RAW Jeans RAW Denim 证明了它是一个圆浆的牛仔外套 这一件上面的五金呢又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扭扣呢是这个银色的 它相当于是一个铜和锡的一个合金制作的这个扭扣的金属 这个呢就非常非常贴近最早期Levi's牛仔外套的这个扭扣了 上面口袋边呢有这个Levi's非常经典的red tab 红色的这个标签上面写的Levi's OK那么Type 3这个夹克呢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有一件 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关心 很多人呢主要是想看一下Type 1和Type 2这个夹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呢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Type 1夹克呢是Levi's的 是在1905年到1953年生产的这样一款牛仔外套 它的代号呢叫506XX 整个这个Type 1夹克的设计呢一共持去了将近50年 在1953年到1962年呢Levi's一直在生产Type 2这个牛仔外套 在1962年到现在呢Levi's做的外套呢主要是以Type 3这个夹克为主 当然呢现在Levi's Vintage Clothing和Levi's Made and Craft 这两个产品线呢会把这个Levi's之前的Type 1 Type 2这个夹克呢 又重新拿回来再做 剂量呢会做到跟Levi's早期的外套比较接近 下面呢就给大家看一下Levi's Type 1这款夹克 OK下面这两件呢分别就是Type 1和Type 2的牛仔外套 这两件呢都是来自Levi's Vintage Clothing 这一件呢是基于1936年的Type 1夹克制作的 这一件呢是基于1953年的Type 2夹克来制作的 从正面看最显著的区别呢就是Type 1夹克 在衣服的左边中间的部分有一个口袋 而Type 2呢在衣服的中间两侧各有一个口袋 可以看到呢跟Type 3相比呢它都是没有这个插手的口袋的 Type 1和Type 2最经典的设计呢它有这个折痕在这儿 上面呢用这个车线把这个折痕呢缝起来 这个设计呢据说是当时在满足不同体型的人的需要 如果你觉得这衣服比较紧呢你可以把这个线直接打开 这样呢穿的会更宽松一点 另外一个区分Type 1和Type 2的办法呢就是看里面的这个皮镖 Type 1的夹克呢是506XX Type 2呢是507XX 它有不同的这个代号 早期的这个丹宁布呢它使用的都是赤耳的这个面料 Self-edged 从这个衣服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赤耳的这个布边 另外呢和现季Levis出的产品相比呢 它上面这个红色的标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它上面的这个Levis的字样呢是大写的字母 Levis 每当你看到这个红色标有这个大写的字母呢 就代表它是一个Vintage的Levis最早期的产品 当然呢这件衣服呢是现在才出的 相当于一个复刻的一个版本 上面的纽扣呢跟我刚才介绍的Type 3的一样 也是这个银色的是这个类似青冬材料制作的 另外呢聊到丹宁布呢 它是有一个磅束的分别 这两件呢都是比较轻量级的 是8盎司的丹宁布来制作的 在我们买一些其他的日本的品牌呢 有很多不同的磅束 你可以看到一些常见的12盎司 15盎司 17盎司 不同的这个丹宁布 这个盎司呢就是指编织丹宁布的这个棉线的粗细 这个盎司束越高呢就是指这个棉线越粗 所以呢它支出的丹宁布呢也越厚 在选购丹宁外套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这个盎司越高越好 但是呢根据你个人的喜好 和你对这个牛仔外套的一些了解 你是要怎么样去穿它 想多久呢把这个牛仔外套养出来 OK? 棒数高的丹宁布呢更加的耐磨 相对棒数低的丹宁布呢 你需要穿更久一点 它上面的布呢颜色呢才会出现一些变化 下面来看一下这两件衣服背面的对比 背面呢同样是非常的相近 不同的是呢 Type 1这个外套呢 后面有这个条带的拉环 有的人呢叫做巴里扣 因为早期的Levis的外套呢 是非常宽松的一个设计 它基本呢是没有任何收腰的 它是比较垂直下来的 所以这个设计呢 你可以把这个腰部拉紧 显得更加的合身 Type 2这个设计呢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下面呢是采用这个扭扣的设计 如果你想让这个外套收腰一点呢 你只需要把这个扣子调节到里面一点 它就会更加的收腰 OK那么说到这样一款Type 1的牛仔外套呢 这一件呢也是最早 Levis使用这个红色的Type 红色的这个标签 上面呢有大写的Levis的这个字母 这一款呢是1936年的设计 这个红色标签呢 也是为了防止其他一些公司 仿造Levis这个品牌做的一些服饰 他加了这个Levis的红色的标签 来跟其他的品牌呢做一个区分 早期一点呢Levis做的衣服呢是这样的 同样是呢有这个折痕 但是呢它左右更有两个口袋 上面这个口袋呢是没有这个盖子的 同样呢你也看不到这个红色的标签 领子的部分呢也没有这个皮标 但是在背面下面呢有这个皮标 同样呢有这个条带的拉环 下面呢把这个type1和type3的夹克放在一起 给大家看一下有什么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呢从type3呢就有这个收腰的设计了 从这个口袋这个部分 可以看到这个折痕呢 呈现一个三角形的尖尖的这个形状 这个衣服呢身体的部分呢 本来是一个直筒的一个形状 变成一个比较收腰的这个形状 穿起来呢更加的贴身 它的背部呢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地方呢是直接缝起来的 所以它背部的这一块布呢也是修正的设计 而早期的type1呢它并没有缝起来 而在这呢各有一个折痕 下面呢同样是采用这个扭扣的设计 OK那么说到type3呢 Levis出了很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材料 不能随其等级的type3的夹克 有一件比较特别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一件比较早期的type3的外套 它同样呢是没有这个插手的口袋的 上面呢有这个orange type 这个呢同样是来自Levis Vintage Clothing 上面呢有加这个灯芯绒的设计 早期的Levis的另一个小的这种皮镖 背面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它上面这个扣子呢 采用的是这种暗的这个扣子 不像这种有这个洞的这个 从这个布穿过去的这种 它两边都是暗的这种扣子 这又是另一个早期的设计 主要就给大家看一下 来方便大家今后来购买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Levis的type1,2,3的夹克 当然呢像我说的很多不同的品牌呢 你都可以看到type1,type2的夹克 它们呢都是基于Levis这几款来设计的 所以呢大同小异 有的呢是采用不同棒数的dining布来做的 有的呢是采用不同颜色的走线 有的呢是采用不同材料的扭扣 有的呢是进行了一些修身的处理 OK那么希望今天的影片呢会帮助你 选择一条你最喜欢的牛仔外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给我的影片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呢给我的影片留言 告诉我你在type1,2,3 这三款牛仔外套里面呢 最喜欢的是哪一款 如果你对一些其他品牌有兴趣呢 给我的影片留言告诉我 我今后呢也会做一些其他品牌的影片 Alright 这是Leo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